嗨 大家好 我在昨天看了一位法国男友的视频 他提到了 芝麻 那有一位男友留言给他说 如果下一块苹果在尽量里面 第一天早上打开来看一看 如果有芝麻的话 苹果就会粘着很多的芝麻 那我就吸一吸 拿了好多的苹果放在我不同 藍花的尽量上面 这一盆我下了2块 这一盆是1Q 我今天早上打开来看一看 把我都下来了 我现在就打开给你们看一看 看到了没有 好多的芝麻 你看 非常的好用啊 这一个方法 看看另外的一片 看看这一片 看看这一片 哇 你看 满满满的芝麻 满满的芝麻 这一盆花 我在它的花的上面 已经没看见有芝麻 所以我都没考虑要把它忘记了 那现在我看来要把它忘记了 我下了好多盆 就只有这一片 有这么严重 我在去年开启了 就给芝麻 搞得非常的头痛 哇 好厉害哦 整个方法非常好啊 真的要谢谢 哪一位蓝油 刚才那些芝麻 都已经给我清理干净 我现在呢 再把这些苹果呢 铺在纸料的上面 看看明天早上怎么样 这一个方法呢 真的非常的好 也非常的感谢哪一位蓝油 提供这么好的方法 如果你们也有芝麻 这一个问题 一定要试一试哦 非常的好用 我这一颗EQ呢 给芝麻咬得真的很难看 但是呢 它的花呢 我还是想看多久一点 所以呢 还没有把它剪掉 我最近呢 已经没有发现 它在花里面呢 有芝麻了 我没想到呢 它在纸料里面呢 有剪模严重 我再看到一个晚上 明天也要准备把它 温纸料了 那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谢谢你们的收看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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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